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93回 几乎再也没有丝毫的保留了 并且在精血加持之下 威力更是到了一个连普通的化精强者都要为之动容的地步了 与此同时呢 原本看似无法动弹的三眼金元 在拼命移动头颅之后 忽然眉宇之间的第三只血目 骤然之间瞪得滚圆 每生一起啊 一道血色的光柱从血目中一喷而出 一闪过后就诡异的到了彩袍女子进前 竟比黑夜和血色惊鸿还要早到了一步 彩袍女子面对柳明等三人的合力一击 丝毫慌乱之次没有 反而轻哼了一声过后 单手一个翻转 就将手中的那枚篮子的玉环一把夹在了两手间 同时扣中咒语之声一起 一道粗大无比的篮子的光环 就从其身上荡眼而开 所过之处虚空都为之一宁啊 无论光柱还是黑色的魔艳 一被蓝光扫到之后 全部都纷纷的溃彩而灭 万古人魔两只黑夜魔剑 直接斩到上面之后 刚在一股蓝光反卷而后 就将其身上的魔艳扑灭 直接就化为了一座蓝色晶莹剔透的小型冰山 巨大的骷髅当即在冰中无法动弹 而柳明和其的关联呢 更是瞬间而断 再没有办法感应到分毫了 张秀娘所化的血色惊鸿和光环一接触 就在脆响声当中 直接没入光环中大半截去 然后就硬生生的卡在了蓝光中 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 但是张秀娘呢仍然拼命的催动着手中的长剑 当即一股惊人的剑意从其身上冲天而起 只见血光再骤然大声 只听嘎啪一声啊 附近的蓝光当即寸寸碎裂而开 血色惊鸿一个闪动过后 竟真的突破了蓝色 阻挡闪电一般的奔里面的彩袍女子卷去 彩袍女子见此呢 目光微微一闪脸上首次现出了一丝惊讶 但只是袖中一抖 手中就多出了一柄金汉汉的三叉短戟 一个模糊就称对面的金红迎头一披 三叉戟一声嗡鸣 当即大片的金光一紧而出 轰力声惊天动地的巨像过后 看似威力无比的血色的金红一接触之下 竟然被金光击得倒飞了出去 几个闪动 这才寸寸的碎裂而开 光芒一散 张秀娘这才面色苍白地重新出现在了柳鸣的身边 纵然说此女一向是心智坚毅无比吧 此刻看向彩袍女子的目光也不禁满是骇然 剑意 身剑合一术 不错呀 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竟然能够将剑修之道 修炼到如此地步 可惜啊 你现在的法力根本不是自己修炼而来的 否则的话还真有逼退我的意思可能 彩袍女子打亮着张秀娘 快走 此人不是你们所能敌的 能跑一个是一个 广场外的白发青年和绿山女子自然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当即看了一眼白发青年冲着他们喊了一句 随之二人也不再和父亲海族守卫纠缠 一个单手一掐掘身躯一扭就直接没入地下不见 另一个呢 则手中一张符禄一晃 身躯瞬间化为点点青光一色而开 柳明听到这话脸色一沉 顿时将袖中早已经拿出来的一张金色的符禄捏碎 接着提表金光缭绕就嗖的一声化为了一团金色的光球破空而走 至于说旁边的张秀娘 甚至在柳明发动前呢 腰间一枚悬挂的白色的玉佩就先一步的碎裂而开 从中飞出了一股白霞将此里一剪而起 向另一个方向破空而去了 这个时候 那边的三眼金元也是一声大吼啊 身躯就瞬间爆裂而开 接着里面血雾滚滚一凝 一道血光冲天而起 在一个盘旋过后 就像天边风驰电车一般的慌忙顿走了 柳明这个人身为诸宗最重要的弟子 并且感冒奇险执行此任务 虽然说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先准备好了压箱底的保命的手段 此刻一件事不可为 当即一哄而散 竟然丝毫迟疑都没有 不过 他们走得如此干脆 倒是让彩袍女子微微一愣啊 可马上呢 就倾笑了一声 身心一动 也化为一道蓝光冲天而起 所追的方向赫然正是张秀娘 所走的方向 柳明头也不回的 一口气向前方顿出了几百里 福禄之力这才终于消耗殆尽 提表那一层金光 一下子就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开来 他这才停下了动光 用精神力呢 朝后面飞快的一扫 柳明间后面并没有那彩袍女子的身影过后 这才神色已松吐了口气 后面出现的海族女子实力之强 实在是生平谨鉴啊 给她的压力之大 就在诸宗那些化金城的身上 都从来没出现过 难道说 此女是比化金器更加强大的存在 是那传闻当中的真丹静的老怪物 但是似乎又不大像吧 要真是此等存在 恐怕此女只是动动手指 就能够将他们像对付蝼蚁一般的直接碾死了 听说化金器能修炼到最后的大圆满境界 俗称甲丹器 也不是一般的化金强者可比的 此女的多半境界非常的高 不过海族真有此等存在的话 何必要隐藏呢 若是前面就出手 诸宗多半 无人能敌 而万古人魔竟然就这么落在了此女手中 回去之后 还不知道如何向盲鬼宗掌门交代 柳鸣飞快地思量着 脸色阴晴不定 但是心念一转又摇了摇头 此种事情啊 还是交给那些化金器强者来考虑吧 他虽然说逃出了如此之远 但是比那海族女子恐怖的实力 此地多半还不太安全 还是快些返回城中为庙 柳鸣有了这决定之后 当即取出一颗丹药浮血 就要一催足下灰云继续向前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不远处的高空中 却传来了一个苍老的男子的声音 妙 实在是太妙了 人族小子 没有想得这么快 又和老夫见面的吧 这一次 看还有谁 能救下你一条小命吧 六名 打了一个寒战抬头 往高空一看 脸色顿时 苍白一变哪 只见 在树里外的高空中 一个身穿紫袍的枯绍老者正 满脸争鸣 赫然呢 是那名银林族的 立姓老者 柳鸣脸色 连变树下 忽然又掏出了一张金色符绿 往身上一拍 就再次的 在金光包裹当中 向一侧的方向 破空而走了 除了说 先前呢 从雷姓大汉的手中 得到了那一张金光符之外 临出发之前 满鬼宗掌门 又给了他三张此符录 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用来保命 这也是他敢答应 参加这个任务的 最主要的依仗 立姓老者 见此自然是 勃然大怒 提表的蓝光缭绕 也驾驭顿光 是脊椎而下 转眼之间 二人就相隔树里 一口劲 顿出了百余里之外 金光符 这是一种 罕见的金属性 顿术符录 一旦说施展加持之后 顿速之快 足可以说 让临时等级的敌人 追之莫及啊 立姓老者呢 虽然说是一名 化精强者 但是 自身并不以 顿速擅长 所用 也只是一种 很普通的 水属性顿速 若是说 在海上 湖面上 还可以吧 自然又不小的 增幅的效力 但是 如今在这半滴 水都没有的荒地上 也只比一般的 零食快上小喜 故而 海族老者 虽然说 全力催动顿速 仍然没有办法 拉近和柳明之间的 半分距离 如此一来 他越追越怒 不由他满肤心思 全是将对方追上之后 要好好折磨一番 前面一路飞顿的柳明呢 也将金光福的效力 就发挥到了极致 体内的法力已经沸腾 同时脑中 同时脑中疯狂的转动不已 他先前选择逃走的方向 明明特意的避开了 力性老者先前追出去的方向 怎么还会一头撞上了对方呢 这实在是让他大为不解啊 另外 他手中虽然说 还有两张金光符 但也顶多呢 只能让其飞出千余里远 就会恢复原来的顿速的 而这点距离根本没有办法 支撑其飞回联军所在的巨城的 而他来的时候 也已经仔细的观察过了 那个方向一路下去平坦至极 一旦说丧失了顿速之后 根本必无可避 没有半分能隐藏的地方 不过他沿着现在的方向逃顿下去 应该有不小的几率碰到诸宗中人 但是以后面追兵的恐怖的实力 恐怕一般的帮手也根本没有办法阻挡他的 除非说正好能碰到一名宗门的化精器强者在福建 但是这种几率那实在是不太大的 并且啊 他现在更加担心前方人族宗门和海族大战的胜负结果 若是诸宗胜利的话 自然一切都好说 但若是败掉的话 说不定巨城所在已经被海族大军占领了 要是真的如此 他现在沿着此方向逃下去 只不过是自找死路 与此相反的是 他若是现在掉头向另一方向逃窜的话 应该在三张金光符看看用尽的时候 能够进入大弦边界的猫片山脉中 但是如此一来的话 那方向上绝对不会有任何诸宗修炼者出现 他就只能彻底一个人呢 来应对后面的海族强者的追杀了 不过他若是没有记错不久前看过的这地形图的话 那片山脉极其巨大 并一直通往大玄境内深处 他只要说能够逃入山脉 应该有不小的可能借助地形之力摆脱追兵的 柳明心中飞快思量就果断的做出了决定 他忽然之间单手一掐绝 当即提表金光一闪 就方向一变向一侧击舍而去 历性老者见此呢 自然不肯放弃同样一个拐弯 仍然一路紧追不放 这个时候柳明又往口中抛入了几颗丹药 并两手同时握住了一块 上品灵石拼命的吸纳里面的天地元气 历性老者在后面见此情形啊 当即心中一声冷笑 以他的精神力强大 自然一眼就能够看出 柳明只不过是一名宁业镜初期的修炼者 就算说再服用丹药和吸纳灵石中的元气 在此种速度之下 又怎么能够坚持多久呢 毕竟 像金光符这种飞顿的俘虏 飞得越快 消耗的元气也就越大 在他的想象当中 以柳明这种逃窜之法 恐怕一时半刻要法力消耗殆尽了 一名宁业镜修炼者的修为 在其眼中也根本不值一提啊 不过等柳明一口气飞顿出了二百多里 速度仍不见有丝毫减慢 海足捞着脸色终于变了 按照他的估计啊 一名宁业镜初期 法力到了此刻应该差不多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柳明身上金光一闪溃散而灭 赫然呢 是俘虏效力终于用尽了 海足老者见此 虽然大喜过望 正要一提法力一口气追上去的时候 柳明却单手一个翻转 又将一张金色的福禄贴在了身上 再次化为了一团金光破空远去了 这一次老者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郁闷破口大骂 再也没有化精强者的丝毫的风范了呀 对于这位化精强强者来说 像金光符这种等级的珍稀的福禄 他身上也没几丈 并且大都是水属性福禄 还无任何一种飞盾之类的 而对方呢 齐齐一名灵师 竟然接二连三的用出了金光符 半个时间过后 当柳明再次捏碎袖中的第三枚福禄 让身躯再被金光包裹起来的时候 老者再也没有开口咒骂的意思了 只是默默的催动动光紧追而去 但是 从海族老者不时看向柳明的阴沉目光来分析 显然呢 他已经发起了狠心 达尊就这么和柳明一路耗下去 当然他心里边仍然大为纳闷 不知道柳明到底服用了何种灵丹妙药 此刻柳明感受着 从领海中传来的丝丝的灵力 心中却是大喜至极啊 他刚才服用的丹药 虽然是普通恢复法力的丹药 按理说吧 即使加上两手不停的吸纳的灵石 也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他这么长的时间 但这个时候 一身精纯法力的好处终于显现 此刻在他飞行的时候 领海中每刻都在 恢复着一些先前消耗的法力 虽然说不多吧 但这么长时间叠加起来 自然数量也是惊人至极的 柳明虽然说 知道法力精纯 法力恢复的速度会大为增加 但是也从未想过 进阶宁液体静后 竟然会有这一般显著的效果 这也幸亏呢 只是非对而行 否则的话 要是与人长时间激烈争斗 集体内的法力的恢复 恐怕就根本赶不上消耗了 如此一来 柳明道士有了一丝底气 精神一阵 当即将已经准备好的一门 提升潜力的秘术 暂时抛到了脑后 仍然闷头狂催俘虏之力 化为金光石破空而行着 当然纵然如此 柳明身下的气息 也比一开始明显削弱了近半 再过小半个时辰 前方看似空旷的大地上 终于现出了 黑绿色的连绵的山峰的踪迹 柳明见此狂喜啊 猛然之巅 他两手飞快的一掐绝 以表金光竟然再次为之一胜 速度 虽然比先天又一下子快了两分 奔那片山脉是积水而去 后面历幸老者见到秦山的时候 却脸色漠然一变 这才明白他柳明咋的 到底是什么主意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194回